每每到饭夜站台的场子 绝对都是话题溢满 版面蹭蹭的战争篇幅 但是最近因为闹得沸沸扬扬的恋情 范冰冰似乎跟这个媒体的互动 就不是那么热热了 再到自己仅仅是代言关系的一个发布会 那就显得更加的不走心了 为了推新产品 商家是花重金租了大场地 还请了大明星 扣扣李文登场 那就是一秒开启KTV模式 各种耳熟能详的歌曲串烧登场 心里有你说过的故事 再到记载古剧机这 更是多首情歌一次唱过影 我越来越爱你 每个人生出的我情 但等到压轴的范冰冰登场嘛 只有闲话家常啦 没办法通常在电影电视里 才看得到的表演是人才 这现场真没什么好展示的 绯闻恋情不肯谈 更没个暧昧对象来热场 最后只能剩下最老掉牙 又敷衍的保养问题了 然后范爷就华丽丽地告辞咯 谢谢 娱乐新天地这次站台太不走心 鉴定完毕 综合报道